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近日香港影帝梁朝伟荣获第八十届,威尼斯影展的终身陈旧金石奖,这个荣誉对于华语影坛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梁朝伟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华人演员,也是香港电影的骄傲。 这个奖项不仅是对他演艺生涯的肯定,也是对整个亚洲电影的一种鼓励,梁朝伟的演技一直以来都备受赞誉,他在电影中的表现总是令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安一位优秀的导演,曾形容梁朝伟是一名闷想中的导演,这是对他表演才华的最高赞美。 当梁朝伟听到这番话时不禁泪流满面,他的感言道出了对李安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对香港电影界的感恩之情。 不过有一个有趣的转折是,梁朝伟和另一位华语影帝周星驰之间的关系,早在两人出道之前他们就已经相识,甚至一起报考艺人训练班。 当时周星驰带着梁朝伟去报考,但最终梁朝伟却比周星驰早一步被发掘,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传言中两人之间有着所谓的雨量情节,但这样的说法从未得到他们的证实。 然而近日的威尼斯影战,似乎为梁朝伟和周星驰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 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梁朝伟,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破冰的象征。 这样的祝贺不仅对梁朝伟的成就表示尊敬,也象征住华语影坛的团结和友谊。 然而一些网友却发现了周星驰的社交媒体行为,他似乎并未追踪梁朝伟和刘嘉玲的账号。 这一微妙的差别引起了一些关注,或许这只是个人社交习惯的不同,不足以对他们之间的友情造成实质影响。 无论如何梁朝伟和周星驰的祝贺都让我闷看到了华语影坛巨星之间的尊重和关怀。 梁朝伟的获奖是对他多年来优秀演技的肯定,也是对香港电影的致敬。 他的光辉时刻将永远铭记在历史上,而他和周星驰之间的互动也让人看到了友谊的可贵。 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两位巨星在未来的合作和努力,为华语影坛带来更多的精彩。 好了,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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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